岛屿,俄罗斯美女嫁中国小伙,中国男人样样都好,就这点让人难以接受。 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,国情业渐渐开放,国人跟外界接触的机会有所增加。 这也在一方面促进了跨国婚姻的实现。 提到俄罗斯,相信大家除了想到俄罗斯领土面积大之外,剩下的就是俄罗斯的美女多了。 确实如此,俄罗斯到目前为止都是男女比例失衡的,女性的占比要远远大于男性,再加上俄罗斯女人大都成兼欧洲人的高调与白心。 所以看起来风情万种,亮丽无比,不少其他国家的单身男士都把眼光放在了这些俄罗斯美女身上,但能成功的其实不多,反而中国因为与之相邻,所以继续楼台先得月了。 前不久来,就有位俄罗斯美女嫁中国小伙,中国男人样样都好,就这点让人难以接受。 这位俄罗斯美女就是当初在碰到了中国小伙后,一见钟情,两人迅速擦出火花,并成功闪婚。 可当她真正嫁过来之后,才发现一个让她很郁闷的问题,那就是这个小伙和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,不够开放,一点都不懂得浪漫。 正让她有点一下子难以接受,要知道如果在俄罗斯的话,丈夫是必然会每天跟妻子说上一声我爱你的。 但在中国想听到这句话却是千难万难,其实,这正是两国文化差异的体现,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了。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,欢迎评论语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